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桃子动手动脚 桃子趁机溜了出去 桃子的男朋友大志是个编剧 为了躲债跑到桃子家借宿 骗桃子说创作没有灵感来大家找找灵感 说着说着就开始抚摸桃子的身体 把桃子按在床上粗暴地占有他 发泄着他的生理需求 清晨贺东登门 桃子不忍大志被打 在贺东的恐吓下主动承担债务 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帮大志还债 贺东顺手牵羊拿走桃子钥匙 钥匙练是小玩偶 桃子找到经理预支工资 但被婉宴拒绝 经理不怀好意地送生日礼物给桃子 小微通过加明介绍兼职给桃子 贺东再次上门要账 大志不惜下跪 祈求贺东 房东再次催租 没有钱的桃子只好一拖再拖 桃子接到好东的电话 直到大志被打 为了能救大志 桃子只能跟着贺东走 被解救的大志从此销声匿迹 两人来到了酒吧 贺东要求桃子陪他喝酒 向桃子表达爱意 一脸反感的桃子只能默默不语 桃子看见搭讪的肖正 希望他带他远离好东 哪里知道肖正跟好东是好朋友 直到两人相熟 桃子只能买醉 桃子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泪如泉涌 凑了凑钱的桃子继续偿还债款 被好东谢居 说是大志帮上富婆替他还了 两人分道扬镳 桃子再次来到肖正的酒吧 收起好东的追求让他头疼 希望肖正能够帮他 肖正处于维护好东形象 告诉桃子 好东帮他解决欠款的问题 眼光明媚的早晨 桃子来到好东住处请他喝咖啡 好东受宠若惊 拿出交响乐演出的票 邀请桃子 但是桃子主要是还钱给好东 不想欠好东太多 经理在桃子上班的路上堵住了他 说想谈谈升职的时 职业要来他的家 坐在沙发的经理开始一顿表达爱意 便开始对他图谋不轨 幸好好东及时赶到 经理白天还没反应过来在睡梦中的桃子被手机惊醒 肖正告诉桃子 好东出事了 桃子跟肖正急忙赶到 桃子看到绑在椅子上的好东 伤痕累累地坐着 原来好东玩排除老前辈抓住 赌徒的要求是砍掉好东一只手 但如果说桃子能现身就饶恕他了 桃子只能妥协 被人家按在桌子上粗暴地占忧 走出去的桃子站都站不稳 孤零零地走在马路上失魂落魄地走着 差点被过往的车撞到 肖正及时出现 送桃子回到家 拼命地在洗澡 肖正跟桃子在酒吧闲谈 桃子问他重来一次会不会让他做他的女朋友 还询问好东怎么样 好东让肖正把玩偶交给桃子 桃子向肖正告别 桃子说要回家看看爸妈 可小微舍不得谈 咖啡店老板给了他一瓶后悔药 桃子喝完之后就睡着了 醒来后房东催租 桃子发现时间竟然逆流了 于是和房东闲聊了几句 再次拖租 清晨跑步的时候偶遇到撞到桃子的肖正 当肖正刚要开口 桃子对他说了句 你好肖正 留下目瞪口袋的肖正 大致敲桃子的门 桃子很生气 告诉他不想看见他 便被桃子赶了出去 来到经理办公室没等老板说话 一个嘴巴便打到他的脸上 便走了出去 桃子告诉小微 家明是个人渣 不能信任 好东敲开桃子的门 没等好东说话 桃子就说大致不在他这儿 以后不要赌博 不要再来了 桃子跟肖正开始约会 两人出拾的地方一起散步 在长椅上闲谈 深深相吻 两人在马路两边挥手 肖正跑过来 备车撞当 突然在咖啡店桌子上睡醒的桃子 接起小微的电话 调侃了几句 她发现全都是一个梦 花季的年纪应该有花一样灿烂的笑容 而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了花季少女慢慢为了爱 迫不得已走向安带人生的一面 电影结局世上没有后悔要 或许是在给我们警示着一些东西 我是小映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